来看到我们的独家新闻 毛巾一下水呢 竟然会褪色洗出蓝色的水 而且还是出自知名的家事业者 有消费者买到这样的褪色毛巾 在网路上抱怨说 都已经洗了五次 还是会掉颜色 怀疑这个品质是不是出了问题 就是这款知名家事品牌的毛巾 成年在卖场不时有许多民众选购 但却有消费者在网路上抱怨 花69元买回家的蓝色毛巾 洗了五六次 每次都还会掉色 我们实地买回同一系列 蓝绿子三款颜色的毛巾 毛巾是不是真的下水就会褪色 我们现在来实地测试 蓝色毛巾才下水不到三分钟 就把水变成蓝色 还掉下许多棉絮 蓝色的毛巾褪色了 我们现在实现看看 绿色的毛巾会不会也褪色 绿色毛巾没有掉色 但是紫色毛巾一上水 也把水染成了淡粉红色 花了几句是不好啦 会褪色 如果会褪色的东西 其实真的是蛮恐怖的吧 恐怖的点概念 对那里面有什么chemicals啊 毛巾掉色让消费者觉得品质有问题 而其中最严重的蓝色毛巾一条69元 在毛巾市场算是中高价位 产地标明印度 孟加拉是百分百纯棉 但怎么会掉色呢 家事业者回应 品质是否有问题还要调查 但如果消费者想退货 会协助处理 只是这样的毛巾品质 竟然是出自知名家事品牌 让消费者觉得品管得再加强 中间新闻 小白娱乐为台北报道